你张家若是不给我梁家一个交代 这事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我孙子不能就这么白死了 若不然你把你的孙女婿交出来 给我们梁家处置 我要杀了她替我孙子抵命 你们也别和我狡辩 这是李文斌的小四 之前和他合作演了一出戏 故意跑到我孙子所在的地方 说我孙子之所以杀了那个地方 是谢云锦动的手脚 你那个不成器的男人现在哪儿去了 让他过来 你个可恶的东西 我让你暗中算计谢云锦 你倒好 竟然动起梁子文的主意 你这胆子可真大啊 别打了别打了 你想打死我吗 李文斌 你个倒查门的穷鬼 竟然算计我的孙儿 你打量我梁家好欺负是不是啊 我没有啊 你这个小四都交代了 你还有什么话说 来人 把这胆敢算计我孙儿的人 带回梁家去 梁老太爷等一下 李文斌听了张碧烟的话 心里生腾起希望来 希望自己的这个妻子能够帮帮她 梁老太爷别急 眼下他还有用 我要让他去谋算谢云锦呢 梁老太爷不敢吭声了 谢云锦才是眼下他们四大家的劲敌 我问你 你是去杀谢云锦将功赎罪 还是要被梁家带走 李文斌心里恨透了张碧烟 当初听到张家招叙 他立刻异动 可张家的目光都停留在谢云锦 郑志兴等人身上 并没有放在他的身上 他受不出的失望 不过张家查到了谢云锦取了妻 郑志兴也有了妻子 张家没办法 只得把眸光落到别人身上 最后张家才看上了李文斌 李文斌本来以为自己可以 借由张家的钱财 平步青云 可他没想到 自己真是空欢喜一场 他新婚第一日 张碧烟就和他分床睡 不但分床睡 这女人还公然和他说 他瞧不上他 以后两人就做一对表面夫妻 后来这女人更是 有意无意地嘲笑他 说什么品貌不如谢云锦 才学不如谢云锦 凭什么让他接受的 因为张碧烟三番两次的嘲笑 他恨上了谢云锦 这才会出手去算计的 我去杀谢云锦 江公赎罪 我希望你别再耍你的 那些小心机了 真当别人全是傻子 只有你一个人是聪明人吗 我给你三天 三天后你若是杀不了谢云锦 我就把你对谢云锦 做的那些事告诉他 并把你交到梁老太爷的手里 李兄这是怎么了 谁把你打成这样了 要不要报关 别报关 我身上是张碧烟打他 谁 云锦 你不知道 我入追张家 张碧烟不但不尊重我 还动则打骂我 我的日子真的太痛苦了 这是又想搞事了 要不然好好地跑到我们家来说这些干什么 谢云锦 低了一记眼神给陆娇 少安无躁 别着急 看看他想干什么再说 李兄 你别难过 慢慢说 哎 对了 你脸上的伤 要不要先让人处理一下 我们家有药 可以先帮你处理一下 身上的痛不及 心里的痛啊 云锦 你知道我这几年是如何度过来的吗 日日煎熬 时时痛苦 我真的快受不了了 受不了你不会合理啊 说来说去 还不是贪张家的那些钱 你们知道吗 因为张碧烟不把我当回事 整个张家个个看我不顺眼 那些下人暗地嘲讽我 说我是入追的女婿 还说我一点本事都没有 是个只知道读书的书呆子 当初进张家的门 是我愿意的吗 是他们招惧我进门的 现在竟然这样说我 我娘辛辛苦苦地跟我读书 好不容易我才考上了秀才 我容易吗我 要不是因为我娘的病 我是不会考虑入张家门 当他们张家坠续的 挺我到头来 竟然这样对我 李兄 你受了伤 我们还是让下人 先给你处理一下伤口吧 云瑾 我心里太痛太难过了 你能陪我去喝喝酒吗 李秀才 你看你受了重伤 又和张娘子闹起来 眼下也没有别的去处 不如先在我谢家处理一下伤口 然后住下来 我呢 让人准备一些酒 让你和云瑾喝上两杯 去一去心中烦闷之气 你认为怎么样 我演了这么一出 就是为了把谢云瑾 演出去 住在谢家怎么动手 你应该知道的 眼下张良曹王盯着我们家呢 所以云瑾他是不好出去的 陆娇说完 警告地忘了谢云瑾一眼 谢云瑾一下子知道了陆娇的心思 他猜出了李文斌的目的 想对他动手 我才不同意你出去冒险呢 谢云瑾只觉得心里很是甜蜜 忍不住微微勾唇倾笑 夫妻二人一刹那的眼神交流 让李文斌看到了 李文斌只觉得很刺眼 恨不得生生地拆散了这对夫妻 他过得那么不幸 凭什么其他人就可以这么幸福呢 最重要的是 谢云瑾还能娶到陆娇这样的娇妻 而且还是他设计她的原因 他设计的 结果却给人家弄来这样一个 厉害的有本事的娇妻 而且他们两个居然还这么恩爱 自己怎么还成了他们两个人 牵线搭桥的月老了 林东 奈李秀才去处理一下伤口 给他安排住下来 这是来者不善呢 他这一次出现 很可能是张家逼迫他出手对付你 你要小心一点 另外 这几天你不要去书院读书 就待在家里面 我都要看一看 这李文斌 在我们家要如何动着手脚 陆娇离得谢云瑾极静 身上淡淡的微干的药香味 钻进了谢云瑾的鼻子里 谢云瑾只觉得好闻至极 他望着近在咫尺的娇娇的容颜 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 一双眼睛控制不住地 落到陆娇的红唇上 陆娇的红唇 润泽又柔软 就好像美味的糕点一般 引诱着男人去品尝的 谢云瑾神思不守起来 最后下意识地俯身亲了上去 陆娇呆愣住了 他忘了去反应 谢云瑾一亲之下 也知道自己好像有点唐突了 又舍不得放开 他重重地压了一下 生怕陆娇怪罪的 我去看看李文斌 说完转身逃走了 后面陆娇反应了过来 先是有些恼羞 后来忍不住笑了起来 谢云瑾刚才的那一记吻 只是轻触一下 稍稍地压得重了一点嘛 并不算什么真正的亲吻 而且他看那家伙的样子 似乎并不知道这个吻 算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吻 陆娇越想越觉得好笑 尤其是想到谢云瑾 惊慌失措逃离的样子 更觉得好笑至极 反倒是忘了去责怪他了 佼佼的唇好软啊 就是亲吻的时间太短了 我倒还没有好好地感受一下呢 谢云瑾心里有着淡淡的遗憾 下次 下次再亲他的时候 我一定要亲的时间长一点 不过不知道 娇娇有没有生气呢 一整晚 李文斌都有些心不在焉的 谢云瑾也是这样 他时不时总是会偷看陆娇起眼 看到陆娇神色如常 谢云瑾的心里就会暗自猜测 佼佼应该没生我的气吧 那下次我可不可以再亲一下 如果再亲的话 我一定要亲的时间长一些 谢云瑾眼神 总是若有似无地落到陆娇的唇上 陆娇第一时间看到了 立刻抬头瞪了谢云瑾一眼 你还想得尊进尺吗 不敢了不敢了 谢云瑾立刻回给他一个笑脸 夫妻二人的交锋落到李文斌的眼里 更是刺激得他的眼睛都红了 凭什么 凭什么人人都幸福 只有我落到这样的下场 李文斌一边想着 一边低头喝酒 结果就因为气闷喝多了酒 最后 谢云瑾换了林东进来 把李文斌扶出去休息 娇 娇娇 其实下午的时候 我就是情男自今 所以才会 下次再敢不经过我同意胡乱七 看我怎么收拾你 陆娇说完 就不想再继续这话题了 就这么轻松地过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下次我还敢 这是知人甚衰的慢性药 你给我下到李文斌喝的水里面 这个药 眼下李文斌可住在谢家 如果是在谢家出事 他们家可就担上一条人命官司了 放心 这是慢性毒药 服下去之后 短时间内饰不会有任何影响 这个药可以治人甚衰 甚衰之后需要记嘴 任何油腻麻辣海鲜 腌制的东西都不能够吃 若是吃了 就会加重病情 后面就会不治而亡 这个病就是别人去查 也不会查到任何的破绽 所以你别担心 不过你下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好 娇娇 我和韩童组建了一个商队 商队专门负责到边境采购货物 南边的货物运到北边去卖 北边的货物再卖到南边去 这样从中牟利 你看我这生意点子怎么样 能赚钱吗 可以啊 明经你不但读书好 做生意也不弱嘛 听到陆娇的夸赞 他就觉得特高兴 周身特舒坦 以后我要读书 这桩生意就交给娇 叫你打理 怎么样 啊 你不是说男人赚钱 都上交到女人手里吗 你不是说男人有钱就会变坏吗 以后我们家的钱 就全都交到你手里 这样我就不会变坏了 这店铺叫南北奇货店 谢云锦一听他的话 就知道陆娇决定接手这桩生意了 以后你别太累了 这生意交给韩童达理就行了 你只需要看看账策就好 陆娇除了处理府里的事情 就是给刘子言和田进庵治疗 刘子言和田进庵的治疗很可喜 刘子言身上的寒症 虽没有彻底治好 但手脚不是那么冷了 一觉睡到自然醒 田家的田进庵 脑子也清明了很多 神志开始恢复 言行举止也不像是几岁的孩子了 慢慢像个大人了 田家人大喜过望 田欢带了一车一车的东西登门道谢 陆娇不收都不行 田欢现在和陆娇的关系 好到让谢云锦吃味 女子当贤淑 那女人半点都不贤淑 白为女人也 没错 那女人根本不配叫女人 整一个粗鲁婆子 我是粗鲁婆子 你是什么 背后嚼人蛇根子的长蛇腹吗 难道我说错了 我没说你说错啊 可我也没说错 所以咱们彼此彼此 半斤八两 还京城贵族的公子 半点仪态都没有 和乡下粗鲁的汉子 没有半点区别 你说谁半点仪态没有 谁和乡下粗鲁汉子 没有半点区别 我说的就是你 你 看他们两人掐起架来 我怎么就这么开心呢 这两个怎么跟对头一样 一照面就掐 花花 你不是走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刚才我在外面 看到那个李秀才 你们要当心这个人 这话怎么说 我有次看到这个人 在虐杀小猫 太吓人了 你别被他表面的憨厚给蒙蔽了 这人的心里应该很不正常 你们家有四个小家伙 所以别和这人多走动 以防他害到你们家 没想到李文斌不但害云锦 连小猫小狗都不放过 这人心里得有多不正常 云锦 为什么 为什么我和你一样都是秀才 你混得这样好 我却混得这样惨 你说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呀 你知道吗 我爹早死了 我娘一个人 含辛茹苦地带大我 可我没有让她想一天的福 我对不起她呀 我 本来以为 入坠张家后 张家会全力支持我考科去 没想到最后 他们一家根本不把我当回事 尤其是张碧烟 那个可恶的女人 不但不是婆婆 还公然地鞭打相公 我要修了她 对 明天回去我就修了她 谢云锦听了一晚上的苦水 听得厌烦不已 等真是难哀至极啊 谢云锦越想越欲解 最后干脆头一低 趴在桌上睡着了 反正今天晚上 他们两个喝了不少酒 他就装醉好了 云锦 你怎么了云锦 醒醒啊 这是张碧烟之前命人送进来的 我先用迷药 离婚谢云锦 然后给他一刀 最后我自己再吸进大量的迷药 这样就可以造成两个人 全都中了迷药 谢云锦被人杀害了的假象 眼下谢云锦和四大世家有仇 四大世家派人杀他 完全合乎常理 谢云锦啊 谢云锦 你做梦也不会想到 最后会死在我的手上吧 不过这也是你的命 谁叫你让张碧烟那个女人惦记上了 那个女人三不五时地在我面前夸赞你 说我样样都不如你 她根本就不想嫁给我 你知道我听到这些话有多难受吗 我爹早死 娘守寡 我娘一个人带大我 我必须出人头地 结果呢 张家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百般嫌弃我 连府里的下人都嫌弃我 这人神经病吧 你将娘子说什么 关我什么事啊 来人啊 有人杀人啊 门外 树道身影闪声而来 为首的正是清河县的捕掏 赵捕掏 公子 你没事吧 放心吧 我没事 谢云洁 是你 你设计的我是不是 李文斌 你已经害了我两次了 难道我还会再让你害一次不成 你真以为只有你自己聪明 别人全都是笨蛋吗 我 云洁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 我 我怎么会害你呢 我 我怎么可能害你呢 我 哎呀 哎呀 我都不知道自己今晚为什么忽得拿东西刺你 我可能是 酒喝多了 醉了 看你那么幸福 所以嫉妒你才会中动的 云洁 云洁 看在我们同窗一场的份上 你饶过我吧 求你饶过我这一次吧 哼 你去县衙那边求饶吧 赵捕头先带他去县衙那边审 我处理一下伤口 你留两个捕块下来 我手臂上的匕首就是物证 让两个捕块看着 别中间说我换了物证 谢云锦受伤分明就是故意的 为了落实李文斌的罪证 如果不受伤 就算是赵捕头抓了李文斌 罪行也不算大 现在谢云锦受了伤 这就是杀人制人受伤的重要证据了 李文斌 你好大的胆子 既然胆敢持刀杀人 本县绝不能轻饶了你 云洁 我是被朱油蒙的心 才会因为嫉妒眼红你 冲动的想刺你一下 其实我并没有想杀你 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教训 李文斌 都已经到这时候了 你竟然还能这样巧受如簧的辩驳 我真得承认是我看走眼了 你害了我已经不止一次了 四年前你给我下药 几个月前 你又指使人用车撞我 县令大人 我有人证证明 这人在四年前指使人给我下药 带人证 这个人四年多前给谢云锦下药 让我顶替说是我给谢云锦下的药 事实上下药是他指使人做出来的 不是我 你胡说 是你 不是我 住手 这是县衙大堂 不是你家 若你再胆敢闹事 就拉出去先打二十板子 娘子 你要救我 一定要救我呀 我是秀才 明年就是乡试 我明年 我明年定位一局考上举人的 到时候 我会报答张家的我 李文斌 你身为我大周有公民的秀才 理应熟知律法 现在去知法犯法最佳一等 现人证物证俱在 按理该重判 今本县下令隔去你的秀才公民 发配到西北去付十年劳役 不要啊 不要隔去我的秀才之名啊 那是我好不容易考上的呀 把他关押进大牢 稍后送往西北去付劳役 是 谢令大人 娘子 你救救我 帮一帮我 今日你帮了我 来日我做牛做马地报答你 报答你张家 我一定会报答你张家的 贱人 是你 是你指使我杀的谢云俭 县令大人 是他 是他们张家指使我杀的谢云俭 因为谢云俭协助先令你 除掉了杨献诚和彭主播 他们既恨谢云俭 所以就指使我杀的谢云俭 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 你说出来 可是要担责任的 是张家指使我干的 虽然之前我曾经给谢云锦下过药 但那也是嫉妒他学业好罢了 这次杀人的事 是张家指使我的 我是张家的孙女 他们逼迫我这样做的 若是我不照做 他们就要对我娘出手 我老娘辛苦养大我一成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出事 只能答应他们 替他们杀谢云姐 张娘子 你有什么要说的 若没有 我就要让人去请张家老太爷 过县衙问话了 胡县令 他这是在报复我们张家 报复我 因为自从我把他招坠进张家 就没有让他碰过我 他心里憎恨我 所以才会诬陷我 诬陷我们张家 至于说我们张家指使他杀人 更是子虚乌有的事 我可以让县令大人见一个人 县令大人见了 就会明白了 小的是张家的车夫荣大 后来被大小姐 指给李秀才做车夫 小的一直尽心尽力地 做着车夫的活 忽然有一天 李秀才让小的去撞一个人 小的本来不同意的 这是伤天害理的事啊 结果 李秀才给了小的五十辆银子 小的 就眼缠着五十辆银子 就 就同意了 闯完人后 小的担心李秀才害小的 就去找了大小姐 后来 大小姐让小的镇定 收贿帮小的一把 结果 李秀才请小的吃酒 真的在酒里下了毒 不过 大小姐随后 派人把小的送到医馆去解毒 小的就又活了过来 割去秀才之名 判终身负劳役 贱人 你竟然敢害我 你若不存害我张家之心 我还未必让他出来作证呢 早在你进张家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是个阴险的小人 明明自己同意招赘进张家 偏还装得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 还给自己的老娘下药 说自己娘病了 需要钱治病 为了钱没办法 才进我张家做赘婿的 当我知道这事的时候 就知道你是个阴险虚伪的小人 而且心眼很坏 这样的人 我张家怎么可能捧 疼起来咬我们一口吗 你大概打着借我张家这块踏脚石 往上爬的心思 我张家早就识破了你的阴险 所以才会踩你 你既然成亲前就知道了这事 为什么还要让我进张家的门 一来发现的时候 婚期已定 二来我想给你一个教训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进我张家的门 还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 张碧嫣说完 李文斌承受不了这样的刺激 直接眼前一黑 就昏死过去了 赵葡萄 把他带下去 稍后送往西北付老义 是 谢灵大人 胡县令又命人 把柳世仁拉下去 打了十大板子 荣大也判了刑带下去了 舅舅 我好疼啊 知道疼 下次就不要随便让自己受伤 哪怕这次不能让李文斌坐牢 也不能伤害自己 好 我知道了 这是最后一次了 下次绝对不会这样做了 不管什么时候 都不要拿自己的身体来做赌注 为那么一个恶人 值得吗 你受伤了 心疼的永远是在乎你的人 你知道四个小家伙知道你受伤 会如何担心和不安吗 娇娇 你别生气了 下次我保证 不再这样社区了 记住你说的话 今晚我受伤了 你就住我房里 照顾我一下 好吗 我怕我半夜发烧 嗯 时刻止痛药吧 你还没答应留下来陪我 我不吃 谢云姐 你确定你长大了吗 你不是说我叫西三岁吗 我可能真的三岁 可能是小时候太缺爱了 现在特别想要抓住娇娇 你的关爱 行了 今晚我守着你就是了 把药吃了吧 爹爹没事 你们别担心了 我听说 是那个李叔叔刺伤我爹爹的 以后爹爹再也不要和他来往了 好 那他刺伤我爹爹 有没有被胡爷爷治罪 最好也刺他一刀 看他疼不疼 爹爹 上次二伯说你今年运气不好 说要你去寺庙烧香 你还没有去呢 等你烧好了 我们就去吧 对 爹爹 你可要读书呢 明年要参加考试了 再受伤怎么行 咱们去烧香吧 看到了吗 以后做事别那么冲动 我知道了 娇娇 快帮我劝劝他们吧 嗯 等你爹好了 我们找个时间去寺庙烧香 烧个香之后 估计你爹就不会再受伤了 四小只想了想 觉得这话说得对 于是就点头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负责照顾爹爹 直到他好起来 知道了 不过 谢云锦并不想让四小只照顾他 他想自家娘子照顾自己啊 大宝啊 爹爹不用你们照顾的 你们只需要把自己照顾好就行了 爹有你娘照顾呢 你娘肯定能照顾好我 对不对 那行 我们早晚陪爹爹 中间娘陪 娘 你说行不行 行 那就这么安排吧 你们早晚空了 就陪你爹说话 给他讲故事 或者叫他被九九惩罚口诀 好的娘亲 我听说四年多前下药的事 是李文斌做出来的 几个月前 你被人撞瘫痪 也是他做出来的 这人怎么这么恶毒啊 你和他没仇 他为什么要这样干 估计是看他生得好 读书又好 极度了 读书人心里弯弯道道太多了 像我们 没读多少书的 就不会这样想 你说四年多前下药 是什么意思 韩童直接瞪了他一眼 你的关注点在哪啊 我们现在不该关心 云锦受伤的是吗 赵凌峰一想 确实是这样 你今年运气 还真不怎么好 要不然等身子好了 去寺庙拜拜烧烧香 说不定会好起来 等身体好了 就带娇娇和儿子们去烧香 姐夫 田家田六小姐 带了东西过来探望姐夫了 一听到田六小姐过来 房里 赵凌峰和谢云锦二人 脸色都不好了 赵凌峰是因为 和田六小姐不对付 每次见面时都会吵架 所以心情不好 谢云锦则是因为 这女人一来就霸占自家娘子 真是太讨人厌了 去请田六小姐进来吧 我医馆那边还有点事 就先走了 惹不起疯婆子 我还躲不起吗 不过 赵凌峰的一副 避温神的样子 逗笑了陆娇 你这是怕哗哗吗 一听到他来 就逼之为恐不及的样子 谁说我逼他了 我是医馆里真有事 我会怕他 谁说你怕我了 是我怕你 行了吧 一个大男人 整天说我这个女人不好 哼 我什么时候说你了 是陆娇说你 我那解释一下 这样也不行啊 行行 你解释你解释 我听着呢 我医馆里有事 所以准备走 陆娇飞说我听到你来 怕你 你说我怕你吗 怕吗 哼 你侯府公子 怎么会怕我这样的商家女子 应该是我怕你才对呀 赵公子 以往小女子言行之上 多有得罪 希望赵公子大人有大量 不计较小女子的诗言之举 赵凌峰看田欢一本正经的朝他诗里的样子 心情并不是那么畅快 这样一本正经的他都不那么鲜活了 哎 娇娇啊 我听说昨夜你家出事了 你没事吧 没受伤吧 你眼瞎呀 手伤得躺这儿呢 你能不要拉着我家娘子的手吗 真是 唉 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之前就听到有人说 你家昨晚出事 我吓死了 生怕你出什么事 娇娇 你以后可别和危险的人来往 看的危险多远点 对了 遇事啊 就叫软竹去做 房里的谢云锦脸颊越来越黑 赵凌峰看得心情舒畅 田欢这个女人 其实也是有可取的地方的 起码 这女人能把谢云锦气个半死 嗯 不错不错 舅舅 我有点饿了 你饿 你不会找东西吃啊 没什么 不过他怼完想起了 谢云锦是个受伤的人 谢秀才 你没事吧 话路 看谢云锦脸色苍白的样子 他忍不住嘀咕道 一个大男人受了这么点伤 情人虚弱成这样 娇娇跟你还有福祥吗 田六小姐若是看不惯我 可以回家 我的错 你别生气 别生气 我看你们真的要去庙里拜拜了 今年好像一直出不好的事 这寺庙就这么灵烟吗 每个人看到他们时 都让他们赶紧去庙里头拜拜 事实上 他们家之所以这么多事 是因为谢云锦碰到了四大家族的底 所以才会招来这么多的祸段 当然 李文斌那人是个意外 真要去拜呢 不过得等云锦的伤好了之后才有空缺 我就说 李文斌那家伙脑子不正常 没想到真是个神经病 刮目带大的儿子 本就心态失衡 再加上 张家不如他想象的那般美好 所以就心生怨恨了 说来说去 是教育的问题 所以说 家里的孩子一定要教育好 纪人说了一会儿话 赵凌峰和田欢告辞 结果两人刚走出房门 又吵得起来 唉 这两个人前世是死对头不成吗 一见面就吵 若是那两人凑到一块 以后我要清静多少啊 我听人说过 不是冤家不聚头 你说他们两个 有没有可能凑到一起过日子 吵着那样还能一起过日子 吵着吵着 最后吵出感情来了 不就可以凑一起过日子了吗 回头我敲敲问问欢欢 对赵凌峰有没有意思 别问 让他们自然发展 这样才有可能走到一起 眼下两个人看对方都不顺眼 自己还无意识 若是被一人提醒 往那方面想 指不定多了忌惮 四大兴虽然只是小小的伤骨 但私下里却做了不少的恶事 他们每家都设有四牢 对于不听话的奴仆 以及田地上的店户 动则关押进四牢里用刑 他们强行买地 若是谁家不卖 就找机会收拾人家 把人家害得家破人亡 家族中的公子更是欺男霸女 之前梁子文残忍地杀害了不少的女子 其实别的家族也都是这样 对了 他们还私下里设了一个斗兽场 这斗兽场是人和野兽搏斗 他们私设赌局 通过这个来赌钱 我查到一个重要的信息 四大兴家族虽然名下资产破多 但他们真正赚钱的生意 却是盐和茶 他们在走私盐和茶叶 大洲有三不准 不准走私盐和茶叶 以及兵器 没想到小小青和线的商骨 竟然走私茶和盐 你查清他们四家都走私盐和茶叶吗 是 而且我还查到 他们把盐和茶叶从冰河运出去进行交易的 他们为了赚钱 竟然把茶叶和盐私卖给别的国家 我大洲的盐和茶叶也很珍贵 陛下一再地下令不准私卖茶叶和盐 已经查证 必须处死 可他们的茶叶和盐是哪里来的呢 宁州可有一座盐厂和铲扎地呢 这两个地方可是被知府把控住了的 他们怎么能拿得出来 有钱能使鬼退幕 胡县林一听到此事轻舍到了宁州知府 脸色越发地不好看了 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 宁州知府那可是五品官啊 人家比他大几级 他还能去查宁州知府不成吗 这事可怎么办呢 此事我们要不要禀报燕王 我让人把这事告诉赵凌峰 让赵凌峰派人通知燕王 看燕王是什么意思 另外我们派人盯住码头 若是看到四大姓家族把盐和茶叶运出去 我们组建一个队伍 半道抢劫了他的盐和茶叶 无论如何 不能让他们把茶叶和盐运出去 胡新领 千崖那边来人禀报说 上面派了县城和主播过来 你们可得小心点 千万不要把此事说出去 若是惊动了宁州知府 他们肯定会抢先一波算计我们 胡新领少喝点酒 你喝酒会说虎话 别到时候喝醉了 说出些不该说的话来 我 我知道了 前院 西云锦把张良曹王四家人贩卖丝盐和茶叶的事情告诉了赵凌峰 我找你来是想告诉你 此事欠涉到了宁州知府 宁州知府 乃无品官 我们根本对付不了他 所以这件事需要你禀报给燕王 问问燕王到底什么意思 是否要对付宁州官府 不知道燕王有没有回京 他此番去刘阳办事 差不多应该完了 若是他没回京 可以绕道来宁州这边一趟 可若是他回了京城 肯定是不会回头来宁州办案的 谢云锦并不想燕王来宁州办什么案子 小四宝的身世 他不想让燕王知道 最起码眼下是不想的 京城现在正是黄楚之争最激烈的时候 若是燕王失败 小四宝是燕王的儿子 也是要被连在一起清算的 陆娇很喜欢四宝 如果四宝被清算 他一定会非常难过 所以还是等黄楚之争结束之后 再决定是否让四宝回到燕王身边 不管怎么样 你派人把消息送到燕王身边就行了 行 姐夫 姐姐 赵东家过来了 请赵东家进来吧 我陪小家伙们吃东西 你和赵凌峰去房里谈试吧 行 你多吃点 最近都瘦了 对的 娘亲最近瘦了 娘亲 你吃这个 这个炒虾仁很好吃 这个回锅肉也好吃的 这个蒸蛋也好吃 嫩嫩的香香的 父子五个人正抢着给陆娇夹菜呢 门外几人走了进来 父子五人正每人夹着一块子菜 往陆娇的碗里放呢 萧玉看着眼前母子子孝的画面 忍不住心生羡慕 身在皇家 是从来没有这样的亲情的 所以每回她看到这么温馨的画面时 就会忍不住心生羡慕 谢云锦看向燕王的第一眼 就想下意识掉头望望四宝 可是最后生生地忍住了 她心里头暗骂陆贵 也不说清楚来人是谁 如果知道燕王过来 她一定让陆娇带着四个小家伙去到后院 小民见过燕王 民妇见过燕王 快来给燕王见你 小民见过燕王 萧玉看着小四宝的桃花眼 忽然觉得这双眼睛莫名有种熟悉感 只是萧玉还没有来得及多打量 一旁的谢云锦飞快地开了口 不知燕王驾临 小民失礼了 不知者无罪 倒是本王冒昧前来 希望谢秀才不要见怪 谢云锦表面平静 此时脑门却是隐隐地浸出汗珠来 不过看燕王转移的注意力 他也松了口气 有那么一刻 他真的害怕燕王认出小四宝来 小四宝混在三胞胎的中间 和其他三个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 又长得差不多高 所以常人都不会分出他和三胞胎的不同来 就算是他长着一双桃花眼 但是人家看他和陆娇长得好 根本不会多想小四宝的不一样 但是小四宝的眼睛长得极其像陈鹰 如果燕王仔细端详 恐怕会发现什么 所以谢云锦很担心 不过燕王被他的话给转移了注意力 也没有再注意小四宝 谢云锦总算放下心来 燕王驾领我谢宅 是我谢家之福 怎么能怪王爷呢 王爷请坐 娇娇 赶紧带着四个小家伙去后院 好的 和燕王说再见 燕王再见 叮叮叮叮叮 萧玉再次掉头望过来 不过四小只已经转身离开了 不过即便是四个小家伙转身离开 但燕王的心中 没来由地生腾起若有似无的柔软 他似乎很喜欢谢家的四个小家伙 你们家四个小家伙教育得不错 很好 房间里 谢云锦听到燕王的话 不想说四个小家伙的事情 赶紧说 王爷今晚前来 是为了宁州知府的事情吗 嗯 谢云锦立刻请燕王到正厅去谈正事 燕王是什么 燕王就是皇帝的儿子 皇帝的儿子 很厉害吗 嗯 对 很厉害 因为这天下是皇帝的 而燕王是皇帝的儿子 你看 我们看到他还要恭敬的行礼 因为我们是百姓 他是皇族 陆娇的话 四个小家伙还是不太能理解 娘 他厉害也不关我的事 我有娘就够了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就行 说完他给陆娇一个大大的笑脸 陆娇一想确实也是这么个脸 没错 他再厉害也不关我们的事 我们一家子只要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就行了 这事本王知道了 接下来的事你不用插手 本王来处理就行了 宁州知府乃是老六的人 他正想动的 没想到谢云锦就送了他这么一份大礼 他自然接受了 不过肖玉来时 听赵凌峰说起了谢云锦最近接二连三遭受的罪 所以他倒是有些怜惜的 便打算把这件事情全盘接过去 和我说说 你们家是怎么教导这四个小家伙的 肖玉呼的转移话题 提到了谢云锦家的四个小家伙 身为大周燕王 他金尊玉贵 但他的几个孩子 就没有一个像谢家的几个小家伙那样亲近父母 孝顺父母的 谢云锦听到他这样的话 心都开始紧绷一下 我们穷人家的孩子 父母是他们的天 是他们的地 我们对他们稍微好一点 他们就恨不得把所有好的都奉献给父母 谢云锦坚决不说四个小家伙这样懂事 支礼阳光又健康和陆娇的教育分不开 肖玉听了谢云锦的话 脸上有着淡淡的失望 原来是这样吗 穷苦人家才有天伦之论 而我们这样的人家 是没有天伦之论的 谢秀才安心养商吧 不管是宁州之府那边 还是清河县这边 本王都会帮你处理掉的 多谢燕王 给本王准备四样孩子们喜欢的礼物送过来 谢家四个小家伙 本王挺喜欢的 燕王化落 忽得想到谢云锦家中的四胞胎中的一个小家伙 那小家伙似乎长了一双桃花眼 这眼睛倒是和陈英有几分相似 燕王似乎很喜欢小四宝 难道这是冥冥之中的父子之情吗 不管怎样 眼下都不能让燕王发现这件事 谢燕王赏赐 和他们有些演员给他们玩的 算不得什么赏赐 等到日后你们进京了 本王定给他们送些好的东西 萧玉带着赵凌峰和墨北等人很快走了 谢云锦却是浑身无力地靠在门边 说不了话 他是真害怕呀 要是燕王发现了小四宝是他的孩子 那可怎么办呢 所以以后 但凡是燕王出现的地方 小四宝都必须远远地躲开 姐夫姐夫 听说燕王下令查查了四大姓人家 并把四大姓所有人都关押进了大牢 这下我们好了 我们没事了 我们自由了 谢家 不但谢云锦和陆娇高兴 就连四小只也是分外高兴 坏人被抓了 这下我们好了 再也没有人来害我们了 我们可以出门玩了 赵玉罗他们又可以来上课咯 这下娇娇你可以随便出门了 没有人再为难你了 你也不用担心了 四大家族除掉了 现在连那背后算计你的人也除掉了 以后你可以安心读书 准备明年的相识 对 张浩 现在本王给你一个机会 你若是交代出犯盐案和查业案的经过 本王给你们张家一个机会 王 王爷 竟然是皇帝的儿子 明州之府 还能救得了我们吗 贩卖私盐和查业 论罪主犯斩首 从犯流放边关 服劳役 家族中的女子成为军奴冲入军营 军奴就是军队当中的军纪 萧玉的话 使得张老太爷身子摇摇欲坠 差点没能撑住婚死过去 我打算给你们张家一个机会 你若是交代出此案的经过 以及背后的倚仗 本王可对张家网开一面 张家主犯斩首 成年男丁流放西北 女子和幼子无罪放行 知道本王为何把这个机会给你们张家吗 这 小的不知道 因为张氏族中子弟 没有其他家族那么恶 像梁家和曹家这样的人家 他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张老太爷一想就全明白了 张家比梁家和曹家确实好多了 因为他一直比较严 不允许家族当中的子弟太过于放纵 没想到最后这竟成了救他们一家的救命稻草 草民愿意交代 事已至此 为了保住家族当中的女人和幼子 张老太爷决定交代 并且承诺交代出宁州知府贩卖茶叶和私盐的事情 肖玉不但提审了张老太爷 还提审了汪家老太爷 汪老太爷也为了家族当中的女人和幼子 愿意交代出宁州知府的事情来 肖玉立刻命手下去宁州捉拿宁州知府 张良曹汪四家 除了张家和汪家的几名主犯被收监 梁家和曹家的主犯皆被斩首示住 梁曹两家几名主犯被斩首 愚者流放的流放 充当军纪的也全都成了军纪了 张汪两家的主犯被燕王押送入京 从犯流放 女人和幼子暂时被关押在清河县的大牢里 等到这桩案子定了 燕王才会放了他们 二宝 你有没有想我 我可想你了 二宝被抱得愣了一下 自己长这么大以来 只被他的娘亲抱过 还没有被别的女人抱过呢 现在感觉有些怪怪的 你 你是女娃 别抱我 男女授受不亲 想你也不行吗 不行 二宝转身 就和韩家的寒南风凑到一起去说话去了 赵玉罗气了个半死 小家伙们开心 陆娇也挺开心的 他们终于不用一直待在家里头了 这一阵子憋在家里头实在是把他们憋得慌 陆娘子 张家大小姐想见你一面 你信不信 张家大小姐就是张碧烟 眼下正被关押在清河县衙等待处理 娇娇眼下正忙着呢 哪有空闲进什么外人呢 你跟他说 娇娇没空 赵布头望了陆娇一眼 见陆娇没有反对 点了一下头 表示知道了 陆娇去庄子看了一趟之后 安排给萧山两个任务 第一是 尽快帮他悟死一个打理庄子的人 第二 安排人手把药材种植下去 等他把这两件事情完成 就去谢家任管家直指 萧山立刻领命应试 你可算是出来了 快看看 油房和药庄 红火真难 只是药房现在还没有正式生产 你有什么打算没有 药房的药有点难办 本来我以为 大洲应该有医署这样的地方 我们生产出来的药 可以交给医署的署证来试药 等医署的人试过了 我们就可以正式地对外生产 医署是官方 经过他承认 那些用药的人 不会找我们的麻烦 要不然回头我们生产了药 卖出去 人家说 服了我们的药得了病 我们得赔死 医署 你从哪儿听来的这样的地方 陆娇在那儿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从游记中看到过 曾有皇朝建立过医署这样的地方 赵凌峰顾不得去 想医署这样的事情了 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这药到底还质不质了 那得少赚多少钱呢 难道我们的药不质了 质 我有一个初步计划 定制成药 你看怎么样 定制 赵凌峰表示 自己不太懂这样的词 陆娇又解释了一下定制是什么 嗯 就是呢 我们可以根据别人的需求 来定制这样的药 找我们定制的人自然是相信我们的 也不会找我们的麻烦 例如 军队的人可以来定制止血散 风寒药 硝烟丸等等 只要有人定制 我们就可以生产 不过合约上 必须要写清楚 双双合作 全凭自愿 妙啊 军队肯定是需要药的 若是我们的药效果好 他们肯定抢着定制 光是军队这一块 我们就不会少赚 再加上京城的那些有钱人 我们可以治强身健体的药丸 还可以治让人皮肤变好的药 哈哈哈哈 你这脑子可真够灵活的 不是我想的 是我家相公想出来的 切云锦确实是难得一见的人才 假以时日 必为大洲立下功劳 那你回去 记得做些药出来 到时候 我交代人送到军中去 让人试用 若是可行 想必他们 肯定会给我们定制成药 好 杜娇 你们家 是不是应该请客吃饭呢 好好的请吃什么饭呢 你们家之前 没孕缠身 现在 没孕去掉了 不该好好的庆祝庆祝吗 杜娇想到自家 能顺利地除掉青河县的四大蛛宠 多亏了赵凌峰请了燕王过来 回头找个日子 几家居一起热闹热闹 那我等你通知了 晚上 陆娇和谢云锦说起这事时 谢云锦没家阻拦就同意了 四个小家伙一听说家里要请客 也格外感到高兴 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爹 娘 把狐灵雪他们全都请过来吧 寒冬盛 还有寒南风也请过来 小家伙们现在和别的小朋友 楚楚有意来了 还知道请小伙伴们来家里头玩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从前的四个小家伙 畏畏缩缩的不愿和任何人相处 现在却知道请人来家里玩 这真的是好事呢 谢云锦和陆娇立刻同意了 嗯 行 到时候呢 爹和娘在前面招待大人 你们四个小家伙 在后面招待小伙伴们 怎么样 好的娘亲 我们会招待好寒冬盛他们的 陆娇妄想他们 想到再过一个月 就快到年底了 那他们一大家子 要不要回村里头过年呢 不回谢家村过年 好像有些不大像话 谢云锦他爹谢老干还在老家呢 不回去 他们是会被人笑话的 谢云锦 再过一个月就要过年了 你们谢学什么时候放假 到时候我们要不要回去 谢云锦听到陆娇的话 眉色不自觉布上冷淡 不过 想到他二哥在村子里头 他的神色又温和几分 年前十天放假 那我们必须买些东西回去送人 像村长家 二奶奶家 三奶奶家 之前你瘫痪在床 他们都是拿了东西来的 虽说东西不贵重 但那是个新颖 我们这次回去 也应该表示表示 行 一切由你做主 谢云锦看陆娇的魔光当中 是满满的信任和依恋 陆娇的脸颊没来油的热了一下 这家伙的眼神实在是太诱惑了 声望他的时候总会让他沉溺其中 坏家伙 娘 那我们可以给村子里小宝哥哥他们准备礼物吗 可以啊 娘 我们没有钱 我们也没有钱 你们还小 用钱可以跟娘亲说 等你们长大了 就要自己赚钱送礼物了 娘亲放心 等我们长大赚钱了 全给娘亲 陆娇本来还想说一句 到时候你媳妇不打死你才怪呢 不过想想 在这个时代 儿子把钱交给娘 媳妇还真的不敢说什么 不过 她可不是那等恶婆婆 行 那娘亲等着了 谢家的客都还没请呢 隔壁刘爷爷刘奶奶家 倒是先请客了 因为刘子言的寒症彻底治好了 现在 她和正常人一样健康 云锦 陆娘子 你们知道 那刘老爷子和刘老太太 是什么人吗 谢云锦和陆娇 摇头表示不知道 不过 看到刘奶奶之前 怼许仙卫的样子就知道 她的出身应该还是不错的 之前我看老太太怼我 就悄悄地让人去查了 他们祖孙几个 查来查去 只查到他们是 太顺刘家沟的人 后来赵普通 无意间的一句话提醒了我 赵普通说 大舟当朝首府刘洪 就是出自太顺刘家沟 我怀疑这刘老爷子和刘老太太 就是大舟首府刘洪的爹娘 真的假的 谢云锦飞快地望了一侧的陆娇 娇娇运气好啊 救了当朝燕王 救了当朝将军 现在居然又救了大舟首府的儿子 你们确定他们是大舟首府的爹娘 怎么一点消息都没传出来 估计老爷子老太太 不想让人知道他们的身份呢 胡县令说完 那叫一个兴奋 他这是什么逆天的好运气啊 不但见过了王爷 现在就连大舟首府的爹娘都见到了 胡县令真是越想越高兴 走 我们去刘家赴宴 胡县令 既然刘家不想让人知道他们的身份 你们最好别表现出来 行 我知道了 陆娇看她那兴奋到难以自意的样子 忍不住笑着说 你现在的样子 估计老爷子老太太 看一眼就知道了 你还是调整调整自己的情绪吧 谢云锦和许县卫都望向了胡县令 发现她的脸上堆满了笑意 那眼睛发光得好像见照猎物似的 这样的她 还能不让刘老爷子和刘老太太发现吗 谢云锦和许县卫盯着胡县令看 怎么每次看的贵人 都会兴奋得不能自意呢 说实在的 这人绝对有着当产臣的本事 胡县令都被看得不好意思了 我就是太高兴了 胡爷爷好 好 你们也好 我怎么觉得这四个小家伙长得比以前高了 还有肉了 现在看着越发的好看了 哎呀 你们这当爹娘的生得好啊 小家伙也生得好 你们应该多生几个孩子才是啊 胡县令画落 谢云锦飞快地掉头望向陆娇 眼神里隐隐有着向往 要是和娇娇生个女儿 一定很可爱的 陆娇看到谢云锦望向自己 立马就知道了她的心思 美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这才哪都哪 好 那我们过去吧 再不过去就让人等着了 给刘老爷子 刘老太太问好了 两位老人家安康否啊 你们住在清河县 本县一直未能上府来拜访 刘老爷子 刘老太太 莫怪啊 刘家一家子看到胡县令的样子 立刻互望了一眼 然后心中了然 他们的身份是泄露了 谢云锦和陆娇互失一眼 皆是无语地望向胡县令 明明先前在家叮嘱过的 现在看到人家还这么殷勤 让人家一看就看出问题来了 谢县令大人 今日赏光了 请请 娇娇啊 你也知道了 嗯 今儿胡县令和许县卫 去我们家说的 不过我有些不敢相信 刘奶奶 您真的是大舟首府的娘 什么大舟首府不首府的 那就是个不孝子 算了 不说他了 扫兴 陆娇一听刘奶奶的话 立刻下意识掉头望向谢云锦 两人眨巴着眼睛 直打信号呢 看来这里面有戏啊 这是人家的事 我们还是不要多问了 好 哎 刘奶奶 今天你们家请了不少的客人呢 是啊 紫妍的病好了 我们的心头大石也去了 来清河县这些年呢 我们一直没有和邻居们多走动 今天正好啊 趁着这个机会 好好请大家吃一顿 今天我们家请客吃饭 除了庆祝我孙子的身体好了 还有一件事 请大家做个见证 想必大家都知道一件事了 我家紫妍之所以能好 是娇娇治好了她呀 我这心里 我感激她呀 都不知道如何感激了我 所以我和老头子商量了以后啊 决定任娇娇 做我们的孙女 今天呢 就请大家来做个见证 不错呀 胡县令和许县卫等人 惊讶地望着这一切 他们可是知道 刘老爷子和刘老太太 是刘首府的爹娘 现在刘首府的爹娘 认了陆娇为孙女 那大周首府 不就是陆娇的义父了 胡县令和许县卫二人 羡慕地望向陆娇 最后又望向谢云锦 许县卫心想 这谢秀才运气不是一般的好 不但认识燕王 她家娘子还治好了什么王将军的病 现在又治好了大周首府儿子的病 以后他这路走起来可就顺多了呀 胡县令和许县卫真的非常羡慕谢云锦的好运气 心里头更是暗自下定决心 以后一定跟着谢云锦好好混 抱住她的大腿 陆娇则是有些迟疑 若是刘老爷子和刘奶奶是寻常人 我认了倒无所谓 但人家是大周首府的爹娘 这一认就等于是攀上了大周首府 成了当今大周首府的干女儿 这是不是有些不太好 陆娇正迟疑呢 娇娇是不愿意认我这个奶奶啊 不是的 只是 刘奶奶知道她的顾虑 还不是因为她的那个逆子 不过 刘奶奶懒得多想自己的儿子 那就这么说定了 以后你就是我孙女了 来 叫奶奶 对 以后你就是我的孙女了 其实 刘老爷子刘老太太之所以这么做 也是有自己的目的的 他们年纪已经大了 说不定那天人都已经不知道去哪儿了 自己这孙子可怎么办呢 她和她爹以及她爹后娶的那个女人就跟仇人似的 日后他们若是走了 她就一个人孤零零地活在这世上了 所以刘老爷子刘老太太就想认陆娇做孙女 日后和自己的孙子走动走动 最后 陆娇还是认了刘老爷子刘老太太 娇娇 你别老是晃来晃去的 我没晃 是你再晃好不好 而且我怎么感觉你有两个 难道你是双胞胎吗 陆娇的醉话别人没有当真 但是同一桌吃饭的照捕头脸色糊的变了一下 哈哈 云锦和陆娘子好像有些醉了 你别说胡话 我们没有醉的 哈哈 我们没醉对不对 对 不如扶他们两个去我们家房里躺一会儿 喝碗醒酒汤 不用了 我不习惯在别人家里头睡觉 我要回家 我们回家喽 呃 呃 爷爷 奶奶 我们先回去了 回头再来陪你们说话哦 行 行 你们快过来扶着点他们 爹 我们扶你 娘 我们扶你 哈哈 你们这么点大 怎么扶他们 还是让你冯芝姐姐和林东哥哥扶他们吧 四小只抬头望望爹娘 同意了 只是谢云锦却根本不让林东扶 他自个儿扶着陆娇 两人一路往外走 虽然有些微醉吧 但是还没有醉得那么糊涂 所以走路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爹 娘 你们小心点 小心点 慢点走 我要走太快了 你们四个可真是四个小管家婆呀 爹和娘是大人 不会有事的 我和你爹没罪 你们别担心了 看这小耳朵皱成什么样子 都不好看了 快 给姑娘笑一个 四小只赶紧给自家娘挤出了一个笑脸来 路娇满意点头 伸手就捏捏四小只的脸颊 一边捏还一边问 儿子 给娘捏不 给 四小只立刻乖乖地仰头 让自家娘亲捏小脸 路娇虽然捏小家伙们的小脸 力气却是不大 所以四小只的脸并不疼 看到路娇捏他们 一侧的谢云锦吃醋了 伸手就扯掉他的手 嘟嚷着 捏他们做什么 来 捏我的脸 说完 他还把路娇的手往自己脸上放 路娇的脑袋挂子有些晕乎乎的 少了以往的冷静从容 听了谢云锦的话 他伸手就开始捏了 结果中人就看到 一个乖乖地让人站着捏 一个捏得起劲 冯芝和林冬等人 觉着这画面简直不忍直视 赶紧上前扶着他们两个 我们回去吧 公子 娘子 要捏你们俩回房间去捏好不好 太丢脸了 娇娇 你长得真好看 你长得也好看 是我喜欢的样子 真的吗 嗯 对啊 我就喜欢你长得这样子 我也喜欢教教你长的样子 所以你就不要再减肥了 这样挺好的 有点肉 又可爱 又明媚 又阳光 瘦得没有肉 一点都不好看 真的吗 这样好看 对 对 就是这样 这样好看 娇娇 你原来长什么样子 就现在这样啊 不过很瘦 以后别减肥了 瘦了不好看的 好啊 娇娇 以后我一定会一辈子对你好 不纳妾 也不看别的女人 不惹你生气 也不让别人瞧不起你 我要考课局 当大官 日后别人看到你 都会恭恭敬敬地对你 再也不敢瞧不起你 好 嗯 你要说到做到啊 我一定会做到的 所以娇娇 我们一定要永远在一起 话落 谢云锦忽地想到那份和离书 那东西在陆娇手里 多少让它有些不踏实 娇娇 你把那个和离书 藏到哪儿去了 陆娇此时脑袋瓜子嗡嗡的 也忘了去多想 听到谢云锦问 下意识地就去掏啊掏的 其实 她是从空间里头 拿出和离书的 很快把和离书拿了出来 在这儿 收着呢 啊 原来和离书都一直 放在她的衣袖里啊 现在的谢云锦一看到和离书 只觉得心跳都怦怦加快了 若是我能拿回和离书来 叫叫日后想走也走不了了 怎么办呢 我要怎么样 才能把这和离书给哄出来呢 娇娇 我能看看这和离书吗 拿去拿去 她拿着和离书 脑袋瓜子懵懵的 动作也比脑子快多了 她拿着和离书爬起来 坐到房间一侧的暗基边上坐下 这时候的她 感觉心脏跳得特别快 好像就跟做贼似的 敲门声把谢云锦吓了一大跳 干什么 公子 请酒汤来了 你等一下 谢云锦的心里很是激动 拿笔的手都已经握不住笔了 好半天才写了另外的一份和离书出来 然后她就把原来的那份和离书 给藏了起来 偷梁换柱 拿着她心血的那份和离书爬到床上 伸手推推陆娇 嗯 你干什么 娇娇 这个是和离书 快说起来 陆娇也没有多看的 伸手就接过来 往衣袖里头收去 谢云锦看她根本没多看 心里头瞬间大松了一口气 不过 看陆娇脸上的神色不大好 睡觉也睡不好的样子 知道她这是喝酒喝得多了 有些不大舒服 娇娇 你别睡了 起来 喝一碗醒酒汤 把醒酒汤端进来 好的公子 你放着 我来喂她就行了 是公子 两个人这一觉 直接睡到天黑才醒过来 床前 四个小家伙满是担忧地看向他们 这个时候两人是彻彻底底的醒了酒 看到孩子们担心的模样 陆娇很是过意不去 跟四小之保证说 以后娘不会再多喝酒了 所以你们别担心了 以后爹也少喝点 嗯 爹和娘没事就好了 你们睡了一下午 饿不饿 起来吃点东西吧 嗯 好 床里边 谢云锦 惑得想到一件事情 好像哄片娇娇拿回来了和离书 还另外写了一份假的和离书给娇娇 这 这不会是我做梦梦出来的吧 我记得 自己把哄出来的和离书放在了衣袖里头 谢云锦悄悄地伸手摸了一下衣袖 发现衣袖里头真的有纸 啊 真的有啊 这下谢云锦开始不安起来 娇娇若是想起这事去查看和离书 发现我做了手脚 会不会生气啊 那 那我又要和娇娇坦白呢 你怎么了 脸色变来变去的 啊 没 那个 娇娇 你还记得之前发生的事吗 难道我对谢云锦做了什么奇手不如的事 陆娇盯着谢云锦上下打量着 身上没有任何被蹂躏的痕迹 所以我应该没有做吧 我 我应该没有对你做什么不该做的事吧 谢云锦脸色微微变了一下 心想 悄悄这是忘了醉酒时发生的事了 谢云锦望着陆娇左右为难 那我现在到底说不说和离书的事呢 他在这纠结 陆娇则是拼命地想着 我醉酒时究竟对人家做了什么 嗯 他身上衣服没有乱 嘴唇也没有红 这说明我没有肢体骚扰他 难道说 我说了什么嗓话 嗯 那个 我是不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没 既然焦焦不知道和离书的事 我还是不要说了 当他答应不和离 真正的留在我的身边 我再跟他说这件事吧 没有 你没做什么 也没说什么 但因为他纠结的时间有点长 陆娇觉得自己应该真的对人家做了什么 例如语言骚扰了 或者肢体骚扰了 人家说没有 是怕他不好意思 天哪 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陆娇最后不好意思再留下 走 娘带你们去吃饭 吃饭时 陆娇就有些不好意思和谢云锦对视了 总觉得自己对人家好像做过什么似的 偏偏自己还忘掉了 这就更加禽兽了 吃过晚饭 两个人哄着四个小家伙去睡觉 陆娇则是在一直努力想着 自己先前最久时到底对人家做了什么 娇娇 你脸色好像不大好 怎么了 还是不舒服吗 你说吧 下午 我是不是对你做了什么 是做了什么禽兽不如的事情 还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谢云锦望着一脸视死如归的陆娇 终于明白他的脸色变来变去到底是为什么了 所以他一直以为自己对他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 才会纠结来纠结去的 没有的事 你别乱想了 你喝醉酒以后真的很乖的 也不是那种胡言乱语的人 陆娇一脸不相信地盯着他 是呢 谢云锦忽地想到陆娇说喜欢他样子的话 忍不住又笑声地说 其实你笑我夸我长得好看了 还说 还说就喜欢我这样的 还有呢 谢云锦抬眸望向陆娇 发现他此时的样子真的十分的可爱 忍不住就起了逗弄他的小心思 你还说了 决定以后不走了 一辈子都留在我的身边 我这醉得得有多离谱啊 我连这话还都说出来了 还有吗 你还轻了我呢 谢云锦越斗越上瘾 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 天哪 我酒货的酒品竟然这么差劲呢吗 还有吗 你还说要给我生个女儿 像你一样可爱的女儿 陆娇真想捶死自己算了 心想 我连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 看了我以后真的不能再碰酒了 谢云锦看他一副懊恼纠结的样子 终于不舍得再逗弄他 你不会真的相信了吧 什么意思 我逗你的 你除了说我长得好看之外 就没说别的任何话了 所以别纠结了 真的 谢云锦用力点头 表示自己说的话是真的 那你先前醒过来一副纠结的样子是什么意思 说不是你的神色 我根本就不会多想的好吗 谢云锦一听陆娇的话 就想到了何黎叔的事情 不过现在他不打算说何黎叔的事 所以赶紧否认 没有的事 是我刚起床有些梦 陆娇怀疑的妄想的 他可是记得他先前一副纠结不已的样子的 他们之间肯定发生了什么 之前陆娇以为自己对谢云锦做了什么 所以他才会满脸不能言说的样子 既然自己没做什么 那有没有另一种可能 不是他骚扰了谢云锦 而是谢云锦骚扰了他呢 你是不是对我做了什么 陆娇飞快地想起自己之前起床时的样子 身上的衣服头发什么的都没乱呢 所以他即便做 至多也是亲他一下 或者是其他什么的 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偷偷亲了我 谢云锦愣正了一下 心里想着 只要娇娇不怀疑到和黎叔上的事 亲就亲吧 娇娇 是我偷亲了你 不是一下 是两下 我保证以后不趁人之威了 记住自己说过的话 记住了